由新北市政府联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共同办理的空难灾害防救演习 初次参加演习共计动员警消军民约有上百人左右 以及一架航空器士兵演练 副市长纯纯敬感谢各单位的辛劳 齐聚各单位的努力 过程演练相当逼真 每四年举办一次的空难灾害防救演习 是由新北市政府联合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共同办理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市府各单位 首席航机迫降失事等意外事故的救援 同时让各单位加强救灾效能还有分工等作业 希望充分做到最正确的救灾能量 整个过程十分逼真 但正这次演习统裁官的新北市副市长陈纯敬 对于各单位的表现给予肯定 我们每四年我们在这个区域来举办类似这样的演习 承蒙我们中央民航局以及国际航空站等等的这个帮助 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来练习 我们平常所学习的 把各个不同的部门所学习到的东西 把它汇整 然后成为今天大家在现场所呈现的这些救灾的过程 参加演习攻击动员 紧销居民约有上百人左右 机具53辆以及一架航空器使兵演练 副市长感谢各单位的辛劳 他说除了透过演习来强化与中央的纵向联系通报之外 同时也汇聚了各单位的整体力量 达到减载预防的目标 动用了530位的同仁 我们的这个交通器材也有35辆 包括直升机有一辆 那这样庞大的这个资源 其实现在都呈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场 让我们能够了解说 我们的程序需要做这些 为什么程序需要做这些 表示说这些都是我们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同仁所应该要注意的所有细节 这些所有细节能够加起来 真正在处理的时候 在不同的时间点 在不同的地点 在不同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会发挥整体的这个力量 这场空灾防救演习 也期望各单位再次检视各作业流程的正确性 尤其在事故发生时候 可迅速有效的整合人力物力 还有时间展开各项抢救作业 方可在灾害发生时候将损失降到最低 记者黄又贤五股采访报道